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很简单的材料 今天教你们做拉花海绵蛋糕食补 首先烧热水 65克的有盐牛油 各水融化 带凉带回备用 250克的海绵蛋糕粉 锅筛因为里面很甜 所以我必须把它锅筛掉里面的糖 如果喜欢吃甜的可以锅筛一般的海绵蛋糕粉 看到吗?真的是很多糖 五粒新鲜鸡蛋 65克牛奶 先用低速打吧 高速会喷上来哦 转换高速打5至8分钟 打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它慢慢变乳白色 这样水水还没有好哦 继续打打到8至不消 可以写一个8至就可以了 最后转换低速打至1分钟消大气泡 转换肠 转换铃铃铃油分3次加入 роз investigator 半碳吃了可可粉加入一碳汁蒸热水 加入少许的面糊继续搅拌均匀 打入极花袋,待会拉花 打入去出模具铺上烘焙子 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教你们做简单的拉花 在用足前,简单的调温就出来了 看到吗?有没有很美 重复再拉一次就完成了 蒸几下可以拿去烤了 上下火150度烤50分钟 哇,香喷喷出炉了 可以用足前测试,插下去没有沾就是熟了 喜欢我的食谱,记得按赞,关注,分享哦 谢谢观看